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苏圣玛丽是如何应对脑人的鹅问题。 市议员安吉拉·卡普托领导的市政工作人员正在制定鹅管理计划, 旨在减少鹅的数量和控制其对城市设施的影响。 其他城市如萨德伯里、沃泰华和多伦多已经成功实施了相似的策略, 包括使用犬只、爆竹和无人机来驱赶鹅。 这些鹅还被重新安置到庇护所,以避免对人类的过度依赖。 此外,我们还将讨论加拿大的住院护理选择及其费用问题, 以及辛斯科舍省一位校长如何为有色人种学生打破教育障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苏圣玛丽式的鹅问题,挑战于解决之道。 苏圣玛丽式正面临一场与鹅的斗争,变得日益迫切。 市议员安吉拉·卡普托在7月中旬的一次市议会会议上, 首次提出制定鹅管理计划,目的是解决鹅鹅侵害而日益增长的问题。 卡普托回忆道,有一天,我带着女儿在木板路上散步, 看到一艘邮轮后,我们想靠近一些欣赏。 然而,木板路上布满了鹅份,鹅群的数量多达60只, 让我们无法避开,也变得相当具有攻击性。 他补充说,我的女儿才两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鹅的挑衅。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家庭出游的不便, 更是对市政资源的一大挑战。 例如,在一场大规模体育比赛前夕, 工作人员花了七个半小时清理跑道, 但第二天早上,跑道又被鹅份覆盖。 这样的情景促使居民和游客避开这些本应风景如画的地点, 卡普托形容这种情况不可接受。 他强调,我们投入数百万美元去改善这些设施, 但却被鹅占据,这对于我们北方城市来说, 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 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 面对这类问题的不仅仅是苏圣玛丽市, 其他城市如萨德伯里、沃泰华和多伦多都已经实施了鹅管理计划。 萨德伯里市原义主管詹姆斯·圣约翰表示, 该市的鹅管理计划包括使用犬只和暴竹来驱赶鹅。 他解释,我们会用犬只逼迫鹅回到水中, 并使用大声噪音制造器如暴竹, 还有激光来下跑主导的鹅。 尽管如此,他认为,若没有省级或国家级的干预, 这样的计划仍然只是权宜之计。 沃泰华市的公园和场地维护经理肯德拉·拉布罗斯则表示, 他们使用无人机和土狼诱饵来下跑鹅。 他指出,加拿大鹅适应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审查和修改威慑措施。 多伦多和地区保护局的丹尼·莫罗则提到, 他们有一个专门在鹅患与时期重新安置鹅的计划, 通过船只和人力合作将鹅集中到拖车中, 然后运送到保护区。 保护鹅的庇护所 这些被重新安置的鹅通常会被送往私人组织和庇护所, 如温莎附近的捷克·麦娜迁徙鸟类庇护所。 该庇护所成立于1904年, 专为鹅提供避风港, 直到它们完全尝出成年羽毛, 准备再次迁徙。 庇护所的执行董事马特·奥莱夫斯基解释道, 当小鹅在公共场所时, 人们喜欢为它们喜欢的食物, 但这可能会导致营养缺乏症, 影响它们的飞行能力。 这样的保护行动, 既是为了鹅的健康, 也是为了减少人鹅之间的冲突。 规划晚年生活的挑战, 选择与费用。 在加拿大, 规划晚年住院护理的费用也是一个重要一题。 对于许多年长者来说, 理解不同形式的住院护理及其费用是一个挑战。 中产阶级的加拿大人 需要了解混合私人和政府的家庭护理、 私人退休之家以及政府长期护理院三大主要住院护理形式。 在大多伦多地区, 这些服务的费用各不相同, 从每小时35至40美元的家庭护理费用, 到每月3500至8000美元的退休之家的费用不等。 家庭护理与退休之家的选择 家庭护理是一种有限的政府服务和私人服务的混合。 这些服务可以帮助延长老年人在家庭中的生活时间, 但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因为私人护理的费用相对昂贵。 而退休之家则适合需要一些日常生活帮助, 但仍相对活跃的老年人。 这些住宅提供社交活动、 营养餐和基本的家务服务。 Lifestyles 55家Network的总裁埃斯特·戈德斯坦表示, 这些退休之家给老年人提供了一个社交环境, 让他们能够更健康的生活。 政府长期护理院的角色 政府长期护理院为需要大量帮助的老年人 提供密集的身体协助和痴呆症护理。 尽管居民需要支付部分费用, 但没有任何人会因无法支付而被拒之门外。 这种设施通常由安大略健康在家 OH-H协调并优先考虑高风险的老年人。 Elder Caring的管理总监奥黛利·米勒指出, 政府家庭护理的可用性针对最需要的人。 然而,这些服务的供需不平衡, 使得一些老年人不得不自掏腰包支付私人护理, 以获得更多的帮助。 为有色人种学生打破教育障碍。 在辛斯科舍省,达特茅斯奥本驱动高中的 校长凯伦·哈德森·凯伦·凯伦·哈兰·哈兰·哈兰 正在努力打破教育系统中 对黑人和原住民学生的系统性障碍。 它改变了学生被安排在个别学习计划、 IPP上的方式, 这些计划通常是为无法达到省级课程标准的 学生制定的。 然而,2016年的一项审查发现, 黑人和原住民学生被不成比例地安排在 IPP上,导致这些学生的教育机会受限。 哈德森强调, 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学生都感到得到了支持, 并且在适当的支持下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 他的学校员工接受了打破IPP流程的培训, 确保在考虑是否将学生安排在 IPP上时进行全面的净值调查。 哈德森的方法是考虑学生的多种因素, 包括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学习风格、 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并在整个过程中让家庭参与其中。 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 根据通过信息获取法获得的数据, 澳本高中上学年只有16名学生在IPP上, 是哈利法克斯地区教育中心HRCE 所有高中中数量最少的之一。 相比之下, 规模相似的其他高中上学年 则有更多学生在IPP上。 哈德森说, 当你开始剖析这些方面时, 你会看到有些学生被边缘化了。 他强调, 管理人员需要承认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 并努力改变这一现象。 哈德森的努力和领导赢得了许多家庭的信任, 特别是黑人家庭。 他说, 你必须给他们语言, 让他们明白这不是最后需要发生的事情。 他强调, 管理人员需要花时间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 了解他们的社区, 并努力改变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 他说, 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做错了什么并纠正这个错误。 无论是苏盛玛丽市的俄问题, 还是辛斯科舍省的教育挑战, 这些案例都显示了当地政府和学校管理者 在面对困难时的不懈努力和创新解决方案。 这些努力不仅改善了居民和学生的生活质量, 也为其他城市和学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让我们期待这些措施能够持续发挥作用, 为更多人带来积极的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苏盛玛丽市正面临着严重的鹅问题, 这些鹅不仅对室内多个风景区和公园造成破坏, 还对居民和游客构成威胁。 市议员安吉拉·卡普托在7月中旬的一次市议会会议上提出 要求市政工作人员研究并制定一个鹅管理计划 以解决这一问题。 这些鹅的侵扰行为和鹅粪问题 已经影响了室内的公共设施和活动, 迫使一些居民和游客避开这些景点。 其他城市如萨德伯里、 沃泰华和多伦多也面临类似问题, 并已经实施了一些有效的鹅管理策略。 萨德伯里市借助承包商和驱赶技术, 包括使用犬只、爆竹和激光来下跑鹅。 沃泰华市则使用无人机和土狼诱饵, 而多伦多和地区保护局在鹅换雨期间进行重新安置计划, 将鹅暂时转移到庇护所中。 这些鹅被运送到私人组织和庇护所, 如位于温沙附近的捷克、麦娜千禧鸟类庇护所。 在这些庇护所中, 鹅可以暂时安置, 直到它们完全长出成年羽毛并准备迁徙。 重新安置鹅的另一个目的是, 减少小鹅在其脆弱阶段与人类的互动, 防止它们因不正当的喂食, 而发展出营养缺乏症。 苏圣马利市正在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 考虑多种驱赶和管理鹅的方法, 以有效减少鹅的数量和它们带来的问题。 这些措施包括使用犬肢驱赶、 无人机、激光和在安置计划等。 最终目的是在保护室内公共设施和居民安全的同时, 也能够扔到的管理鹅的数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苏圣马利市的鹅管理计划真是个天才之举。 这些鹅不仅占据了市民宝贵的公共空间, 还肆无忌惮地在跑道上拉屎, 真是让人无法忍受。 既然其他城市的鹅管理计划已经证明有效, 苏圣马利市自然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 让市民和游客能够重新享受干净的环境。 毕竟,人类的享受才是城市设施的主要目的嘛。 哇塞,楚天书,听你这么说, 感觉这些鹅马上就要变成恐怖片中的主角了。 这些鸟类也不过是寻找食物和庇护的动物罢了。 要知道,这些鹅可是当年差点灭绝的物种啊, 经过努力才恢复过来的。 现在我们就因为一点鹅屎和攻击性就要驱赶它们, 这可有点过了吧? 我们应该寻找更加和谐共存的方法, 比如教育市民不要喂鹅, 让自然生态平衡自我调节, 而不是一味用什么爆竹和激光来驱赶它们。 谢奇奇,听你这么一说, 感觉鹅比我们人类还要高贵了。 是啊,这些鹅当然有权利寻找食物和庇护,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容忍被鹅屎覆盖的公共空间。 更何况,鹅的数量正在指数增长, 不采取措施, 我们的城市迟早变成鹅的天堂。 我们不需要让鹅灭绝, 只需要合理控制它们的数量。 这就像是我们对城市中的其他动物, 比如老鼠和野猫的控制一样。 楚天说, 你这话说的可真对, 鹅比你我还高贵呢。 再说了, 你提到的老鼠和野猫, 这可是另一回事。 鹅可是天生的飞行员, 拥有自己的迁徙模式。 我们应该学学温莎的捷克麦娜迁徙鸟类庇护所, 而不是把人类的需求凌驾于自然之上。 用爱和理解去处理这些问题, 而不是用暴力和恐惧。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不仅表现在如何对待人, 还表现在如何对待其他生物。 谢奇奇, 看来你真是个自然爱好者, 但现实生活中,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问题。 鹅的攻击性和粪便问题, 已经严重影响到市民的生活质量, 甚至还影响到市政经济。 就像卡普托一元说的, 我们花了大笔钱建设的设施, 应该是给人享受的, 而不是给额占领的。 既然其他城市的经验证明了这些管理措施是有效的, 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习和应用呢? 楚天书, 你的现实主义真是让人佩服啊。 但别忘了, 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人类一种生物。 卡普托一元的担忧确实值得重视,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生态平衡的问题。 毕竟,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社会, 而不是一个只考虑人类需求的城市。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对待额, 那么未来我们将如何面对更多的环境和生态挑战呢? 这不仅是关乎额的问题, 更是我们如何对待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缩影。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 朋友们, 今天咱们的话题可真是五花八门, 从额奋道医疗, 还有教育, 真是包罗万象,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吧。 首先, 让我们谈谈苏盛玛丽氏的额大问题。 那些加拿大额可真是不知好歹, 简直把这座城市当作了自己的私人游乐场。 市议员安吉拉·卡普托, 安吉拉·卡普托就快被这些小羽毛惹毛了。 她的女儿在散步时, 简直就像是在鹅粪迷宫中探险, 整个木板路上都是鹅粪, 还有攻击性强的鹅群, 两岁的小女孩可受不了这个。 听说市政工人花了七个半小时清理跑道, 结果第二天比赛开始前, 鹅又来了个大招呼, 真是让人大叠眼镜。 其他城市如萨德伯里, 沃泰华, 多伦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纷纷出奇招, 比如用狗, 爆竹, 激光甚至无人机来吓跑鹅。 这些方法可真是五花八门, 但效果还是有的, 至少鹅的数量减少了不少。 不过, 话又说回来, 这些鹅可是千玺鸟, 数量增长像做火箭一样, 还真不好搞定。 再来看看我们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问题。 大多伦多地区, GTA, 有三种主要的住院护理选择, 混合私人和政府的家庭护理, 私人退休之家和政府长期护理院。 家庭护理和长期护理院由政府补贴, 但服务有限, 特别是家庭护理, 只有最需要的人才有份。 退休之家虽然提供良好的社交环境和基本服务, 但费用不非, 月费从3500到8000美元不等。 如果需要更多的辅助生活或记忆护理, 费用还会飙升。 有些老人只能选择负担较重的长期护理院, 政府补贴虽然让费用便宜一些, 但等待时间长且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 用家庭资源来补充长期护理服务, 比如请陪护来进一步照料, 成了一些家庭的选择。 这样的安排既减轻了家庭护理者的压力, 又能提供更好的护理质量。 最后, 我们来聊聊教育中的种族问题。 达特茅斯奥本驱动高中校长凯伦、 哈德森、 Karen Hudson, 真是个狠角色, 不等政府命令, 主动出级, 为有色人种学生打破教育壁垒。 他改变了学生被安排在个别学习计划、 IPP上的方式, 因为发现黑人和原住民学生被不成比例的安置在这些计划中, 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IPP看似是帮助学生, 但却限制了他们高中毕业后的选择, 甚至带来污名。 哈德森强调要考虑学生的各种因素, 包括文化背景和家庭情况, 并且确保家庭在每一步都参与其中。 他还指出, 教育系统需要承认不平等并努力改变现状。 数据显示, 澳本高中在IPP学生数量上显著下降, 这证明了他的方法有效。 哈德森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教育中的一线希望, 但也提醒我们, 这是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长期任务。 总结来说, 无论是城市的额问题, 老年人的医疗护理, 还是教育中的种族不平等,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创新的解决方案, 希望我们能从这些案例中学到更多, 为未来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各位, 让我们一起为更美好的未来加油吧。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